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会笑的 进来实际 什么都学 都是只有学到会笑 人家都说你笑很可爱 就这样子 各位好 欢迎来到大爱会客室 为您推荐的好戏阿燕 今天在节目当中 邀请到的这两位 都是在青壮年的时代 家庭事业两尖挑的女性 首先来欢迎的是丽琴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好 继续来欢迎的是丽琴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大爱观众大家好 家庭事业两尖挑 挑起来的担子还不太一样 重对不对 您是属于一路平顺的吗 可能是观念还是那个 因为我跟婆婆 我是觉得婆婆也很疼我 那个先生也不是我很理想的 因为先生一样会喝酒 常常应酬 可是婆婆很护我 因为婆婆跟我住五年 先生如果喝酒 那时候我还是很年轻 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可是我婆婆她 我先生喝酒 然后她就会拿扫把打我先生 可是我就愣在那里 无奈嘛 叫她不要喝酒 我又叫不听 婆婆就替我出气 就拿扫把打她 她时常喝醉酒了 也不知道 是很感恩 就是很感恩跟婆婆 虽然是只有五年 有她在 也是很苦我 对 好 这个是您这边家庭的一个状况 但是事业上面 它算是你的一个寄托 对不对 在这部分会找到成就感 对 算是OK的 不过我们的令音师姐 好像在这条路上 走得就比较颠簸 应该很久了 因为高中同学 所以其实来讲 因为 也这样讲 因为应该是算说 我比较 就是说对工作方面 比较投入 因为小时候比较贫穷 比较辛苦一点 所以想要赚钱 就会参生一些观念上的场合 努力工作赚钱 因为我们之前开店的时候 就是早上七点 就要出来工作 那时候就出来发传单 到晚上帮员工上课 训练到晚上十一点 十二点 所以会就是变成家里 就比较没有顾虑到 了解 那是自己就是可能就忽略掉 很常这样就会累 年轻人讲说 我就是认证工作 我并不是偷懒 那结果可能就是 那时候你直气壮 自己就不会 就是说应该要 媳妇应该要做的事情 老婆应该要做的事情 没有做好 所以夫家的长辈也在这个部分 会比较期盼媳妇是相互教子 不要那么的事业心重的 对不对 跟他们的想法不同 所以其实在您跟夫家长辈的相处上面 也就会有一些些的隔阂了 对啊 因为我是想说 我是会想要做 可是我就是不会做 把衣服都洗破了 而且您嘴巴也不太甜 对不对 对啊 我们都是属于嘴巴不太甜的嘛 对啊 就你要我做我就做 结果就是衣服把人家泡着 到晚上回来洗 把他洗破了 然后就会不开心 长辈是看不得这些事情的 对不对 日积月累 其实就很难去修补 可能比较不和谐的关系 那其实如果两位姐妹在这边 你跟婆婆的相处 就真的跟妹妹的状况不太一样 她的事情您都会看在眼里 会了解到吗 那她的事情 我只是知道说 他们回去啊 然后会 她来的工作精神不到好 就是不知道什么 就是可能晚上吵架还怎么样 因为来大家都要各忙各的 所以也很忙 然后也没有那个 再去问她什么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女孩子 结婚之后都不会希望自己 是不被喜欢不被接受的 纵使自己做得不够好 但是都会稍微想一些方法 对不对 我相信令医师姐 你一定在这个部分也很想要努力 但是你有透过什么方式去了解 到底要怎么样跟 没有那么熟的 富家的长辈相处吗 有没有曾经试过什么样的努力 有啊 就是有 也是想要说说 跟他们好好相处 所以说 也会 就是说会洗衣服洗到破掉 就是想说做家事就帮忙怎么做 只是就是 其实来讲 我妈妈就是觉得说 我们工作就是做事 做事是做什么事 就做美容美髮这样子 如果没有做美容就帮忙洗头这样 所以变成家事其实我是不会做的 到现在煮饭哥哥姐姐他们都很会煮 他们就很怕我煮 因为我一下厨他们都不敢吃 因为我煮得最难吃 那一样在家里也是一样 之前就是不会煮 他们就会煮不好 就是说 就是真的是家事我不会做 时间又比较少 不是像现在每个礼拜都放假 一个月休两天 可是我们也看得到说 其实你们姐妹之间 也是因为这个事业是在一起的 所以会彼此关心一下 生活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所以其实您 算是你们家第一个做美髮业的 后面的妹妹几乎都跟着您一起投入这一行吗 对 这我先做 然后 这是算是我跟妹妹两个 也算是第一间是她是进来学习 可是生意也很好 等她长大我们两个合作 生意也是很好 所以我们都是一直忙着事业 只是她可能比较不会经营她家里 那我就是有一个先生 他也算是 我先生也算蛮疼我 只是他跟他妈妈沟通 我先生跟他妈妈沟通 跟我婆婆沟通 他们都常常出问题 我是要去做工期 你不能那么大声 你要听妈妈的话 妈妈说怎么样 我们就怎么样 就这样子 其实我很感恩力情 为什么呢 第一个 我会做美髮也是力情的关系 那我会做慈祭也是力情的关系 因为她做美髮的话 她就带进来开店 那我们大家都进来 连我弟弟两个小弟都有来参与咖 后来虽然没有做得很好 但是真的来讲 也是感恩力情 那你看当初 现在她做慈祭的时候 她一个人很辛苦 那我是后来做看看的情况下 我来跟她一起做 但是我们家真的感恩力情 就是说如果没有她的话 我们整个也会改变 而且慈祭真的是 我就是感恩力情 这是我的母亲 也谢谢力情真的照顾我们 那我就说其实来讲 当我最困难的时候 受到很大的危机的时候 我也是想到她 我还是感恩上人 创造慈祭世界 我们家是算 我们以前很多人觉得笑是很容易 在我们家算是很冷漠的 不会笑的 也不会笑 进来慈祭 什么都学都是只有学到会笑 人家都说你笑很可爱 就这样子 不然我们家真的 以前严肃的家庭 是很严肃 连那个笑了都不知道怎么样笑 从严肃师姐的分享当中 也许待会呢 跟大家说再见之后 赶快去翻一翻字 把苦跟笑两个字写出来 你就知道哪个字感受心情会愉悦 也会比较美 就是你讲的笑 请大家明天继续收看我们的大爱剧场 阿燕 感恩两位今天分享 感恩 感恩你收看今天大爱会客室 我们明天见 一开始我们是不敢给妈妈知道 妈妈就是 她还不知道我受伤的时候就 关联不下我们这些孩子 跟隔壁的阿姨 她们孩子也是在附近 都在三重邪徒 一起来 她才看到我那个真的在哭的 看到我妈妈哭 那时候我才知道说 那个是母爱 人家常常讲 不待我一下就说 妈妈好像心里长得好辛苦 既然咯 我们自己打 打疼 就是我 这人一心都很大的遗憾